經歷四天三夜 前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終於可以回家了 從講完話後 他要搭著黃珊珊的車離開 柯文哲要往前走一步 都要鑽過一層又一層的在場支持者 好不容易和太太陳佩琦 終於坐上車 這一切的結果都要感謝誰 僅分鐘前柯文哲這麼說 法官說 請你不要為難 其實這一次 真正辛苦的是法官 他扛住了最後的 最後的壓力 好我們回去 請各位回去休息 柯文哲和家人以及支持者 真的要回去休息了 但法院的忙碌還沒中斷 這次審理生涯庭的法官認為 本案的關鍵點在於 柯文哲是否知道都委會 用違法決議土力精華成案 而且是否也知道 20%的容積獎勵有違法 法院才信柯文哲說法 他強調都委會是由專業且多數人組成 尊重開會決議 而且信賴專業背景的前副手 彭政生 由於8點開始 柯文哲先開庭 彭政生最後 外界猜測這順序是不是也最後決定 一個請回一個收押 過去也有兩名被告開完庭後 檢方又結問一次 事務上最後開庭的收押機會高 但律師解釋積押與否 法官考量的還是證據力 這回審理的法官朱嘉義台大法律系畢業 號稱北院劉德華 是強制處分專庭的資深法官 四年前立委集體收會案 他就曾連續花了53個小時開庭 最後裁定收押立委 蘇正卿 陳超明 廖國棟 律師分析 檢方的偵辦進度 本來還沒有要深壓柯文哲 只是他配合說明突然要離開 才會當庭逮捕 這次請回的結果 恐怕法官也是希望 檢方證據更多一點 TV前玲瓏市韓上倫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